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上星期新華網有一篇文章 說全世界都欠了中國一聲感謝 自己讚自己就沒什麼輕香 如果有一些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還有一些外籍人士稱讚中國 那就不同了 整個層次馬上就提升起來了 中央電視台找了 世界衛生組織庫中國考察專家組的負責人 艾爾玉德做了一個訪問 到底這位世衛專家如何稱讚中國呢?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這幾個星期以來 我每晚都是睡兩三個小時 但中國的同事們 比我辛苦得多了 我經常和我在日內瓦的同事 說起這些細節 在中國考察的時候 每次我去坐飛機 坐火車 坐小巴士 或者是麵包車 想找中國的同事問些事 回頭一看 發現他們很多 都是閉著眼睛 在這裡休息 因為他們實在太累了 工作的強度大 時間長 所以他們要拿著任何補眠的機會 我親眼看到他們身上表現出一種巨大的責任感 要保護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社區 甚至全世界遠離侵害 這真是令人動容 艾爾旭德同時讚揚了 那些為了防控工作 而把自己混在家裡的普通市民 他說 我對武漢人民和整個中國社會 產生了深深敬佩之情 那些連續幾個星期 把自己混在家裡的人 都是今次事件中的英雄 我也看到幾位這樣的普通人 他們說 在家裡就是分內之事 我認為這樣很有力 我覺得 全世界真的欠了武漢人民的情 我想讓武漢人民知道 世界是清楚你們所做的貢獻 我們正在跟世界分享你們的故事 你們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雖然我離開了中國 但是我的心 一部分都留在這裏 此時的武漢 真的令人沒有辦法 不對他產生感情 嘩 這一篇訪問 真的聽到人非常感動 嘩 這個世衛專家 不知道還以為是共產黨公稿 被他召唸 這位專家一定是法治內心 世衛專家 大家都知道世衛的公信力 有多高 正如袁國勇教授所說 世衛是否宣布全球流行 作用不大 有一部分人對世衛失去了信任 到底這一部分人是指哪些人呢 首先一定有台灣人份 因為這個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 在這個很初期的時候 已經馬上宣布 說要停止往來中國大陸的航班 而且對於來自中國大陸 香港和澳門的旅客 實施了入境的管制措施 這些這麼果斷的措施 一定是傷透了中國人民的心 這些肯定是欠了中國人民的一份情 至於還有哪些其他國家 例如新加坡 在2月1日的時候 對於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實施了入境管制措施 這些很顯然就是欠了中國人民的一份情 你這樣來也不讓人入境 那個玻璃心碎得一地 除了新加坡還有哪裏 越南 因為他們只懂得自己顧自己 雖然他們本國的情況有所改善 但肯定是多多少少 傷了中國人民的玻璃心 至於哪些國家沒有欠中國人民一份情 一定有意大利份 意大利就沒有欠中國人民一份情 起碼在農曆新年以後 還容許來往中國的班機飛行 而且可以使得溫州的工人 回到意大利那裡開工 這當然是無欠中國人民 除了意大利以外 還有就是伊朗 伊朗長期以來和中國保持一個友好的關係 越南在2月初的時候 已經停止向中國大陸 香港和澳門的旅客發出簽證 所以一定欠中國人民一份情 這三個國家都欠中國人民一份情 甚至中國有一間叫昆倫銀行 專門做伊朗的生意 無懼美國制裁 所以伊朗一定沒有欠中國人民一份情 除了這些中東和歐洲國家以外 在東北當然有兩個國家 都是沒有欠中國人民的 首先就是日本 日本在初期的時候 甚至乎還要搜羅很多物資 要寄回中國鎮制中國人民 而且還在紙皮箱的面上 寫了一些歷史的金句 引用禮記、春秋等等 完全展示出友好之情 除了日本以外 韓國也沒有欠中國人民一份情 首先新天地會 又去中國傳教 這些代表民間的宗教交流頻繁 而且韓國總統文在寅 又非常親中 在採取很多措施的時候 每次都要考慮中國政府的感受 這當然不會欠中國人民的一份情 就算面對國內的情況有多嚴峻 他們制定政策和措施的時候 每次都會墊記著中國人民的感情 所以一定不會欠中國 接著想說說關於本地的情況 泰國旅遊局 似乎他們的措施真是改來改去 連續幾天都不停彈出一些推播信息 究竟香港人能不能夠去泰國旅遊 又行、又不行、又不行 已經彈出彈入了很多次 終於今天就告訴大家 是不行的 因為你要在上機前 有一份健康證明書 這份要在哪裡取得呢? 當然就是要進行檢測以後 由合資格的醫務人員簽罰 如果沒有這張紙的話 連登機證都不會獲得到 實際我都不明白 為何還有這麼多人會走去旅遊 在這個非常時期 因為根據記者所拍的片段 現場很多人在擾讓 因為他們沒有手持到這張紙 所以拿不到登機證 有些人還繼續爭論 有些人索性排隊改機票 有些人就退票了 到底這班人在想什麼呢? 其實請泰國這幾天彈出彈入了這麼多次 他們都在猶豫 究竟他是要保住觀光的收入 還是要保住國民的健康呢? 我估計泰國方面 到目前這一刻都未作出最終的決定 否則不會幾個小時後 然後隔幾個小時又說可以 隔幾個小時又說不行 那到底你有沒有一個 真真正正是負責任的官員出來宣布 得益或不行呢? 但是去到這樣的情形 就算可以就算可以去 香港的旅客都沒有鬼去 其實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呢? 所有買了機票的旅客 當然不要如期出發 最好的就是退票 或者改籤的機票 將這個機票延遲 最好愈遲愈好 如果根本上還是規劃行程 都未曾買機票 那些人應該怎樣? 當然不要買字 無謂博 等到撥開雲霧見青天以後 才再買都不遲 到時喜歡去哪裡都行 世界這麼大 不一定去泰國 人家設了這麼多限制出來 其實都擺明是不歡迎你去的 上星期日本和韓國發生了一些外交風波 兩地都互相取消了這個免簽安排 故此 目前來說 日本和韓國之間的航班交流 真的 那些旅客跌了九成有多 從韓國的人村國際機場統計得知 今天只會有三百一十八名旅客 飛去日本 而日本方面 飛去人村 更加跌到二百零二名 所以 與2018年的時候 每日平均三萬六千多人相比 如今跌到百分之一都不到 使得兩國觀光收入 更加雪上加霜 不過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兩個國家在早期的時候 採取了一些措施 都是選擇不要欠中國人民的情 那你不欠中國人民的情 有沒有欠到你國內人民的情 那我就不懂得去判斷 因為這位艾爾旭德專家 其實他也是說全世界欠了中國人民的情 其他國家人民的情 哪個規欠呢 大家自行判斷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多謝大家